逛故宫,办格格,打手游,说相声,近日,来自台湾和北京两地的中学生相聚北京故宫博物院,欢度2019年春节,这些零零后的小鲜肉之间有什么共同爱好,又有怎样的文化差异,它们之间会碰撞出哪些精彩火花呢? 初到故宫,从乾清宫、乾丹壁上竖起的天灯和万寿灯,到依城墙而建的古代门神年画,再到宫墙上张贴的各式巨型符字,对于第一次来到故宫参访的台湾零零后来说,每一件事物都非常新鲜,而故宫商店中各式各样的精致纪念品也牢牢吸引了小鲜肉们的注意 这是什么呀? 芥池吧 芥池 芥池 这是古代用来打手心 芥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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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梭于乌瓦红墙之间,在宫殿前列队花式合影,两岸青少年感受着紫禁城的深厚文化底蕴,在景山之巅,是有盖壁。 一边远眺北京中轴线 随手拍下京城全景 传统相声 干得妈妈的 妈妈来来的 一点都不圆润 韩汤 一个深情并茂 灰深灰色的相声段子 把台湾小伙伴们斗得前扶后扬 对北京的赵潇潇来说 德云社的相声 是自己平时最喜爱的日常休闲娱乐节目 最近网络爆红的相声段子 他随口就能来上一个 演得有模有样 今天给我们台湾的小伙伴 表演了一些 我们老北京的传统的相声 然后讲了一下 就是孟和唐和周九良的那个 有一个盘塌的那个梗 然后就是 逗他们之乐呵 表情包PK 活动间隙 北京全身富饶打开手机 用微信和自己的台湾伙伴 互发起了表情包 这次台湾的小伙伴来 然后我们也加了微信 然后用微信有过一些交流 然后我发现那个表情包用的可能不太一样 然后我觉得他们那边 在微信上面发的都是那种 官方的比较萌萌哒的那种 然后我们用的都是这种 就是 就是用真人的表情 然后底下配上文字的这种表情包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也可以一起做一些极怪怪的表情 就可以表达出真正的感觉 因为有些可爱的贴图没有办法 就是做出夸张的表情 我们可以一起拍照 然后做一些搞怪的表情包 然后他们传过来的也都很有趣 然后存下以后可以传给朋友用 对台湾学生吴丰瑶来说 这里的每一处景致都很新鲜 都值得被记录 他将记录的照片和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上 与自己在台湾的家人和朋友分享 这是我们在颐和园滑冰 然后合照 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个麻辣锅回饭店吃 然后很辣 今天早上去天安门广场 然后看了很多人在那边拍照 然后有很多外国人 然后我们看到学伴来了之后很开心 因为完全没有料到今天会有他们 然后刚刚在车上的分享 他们分享自己的读书方法 然后他们这边的果汁 跟我们的用词不一样 然后想拍给朋友看 相较于女生间的细腻和自来熟 男孩间的交流一开始略显青涩 而一起看球讨论喜爱的球星和球队 一起打游戏瞬间打破了尴尬的氛围 成为友谊的升温季 刚开始就是我们两个还比较没有那么熟 我们两个就比较羞涩比较害羞一点 我们两个都一起打吃鸡的游戏 然后后来发现原来他们在大陆也要打 所以我们就一起打游戏就他们变熟了 就是第一把吧 然后刚开始我们俩还不太熟 然后后来就因为一些失误我就不小心被车撞 然后他就赶紧跑来救我了 我也觉得他特别仗义了 其实我们都喜欢看NBA 然后中午的时候吃饭我们都一起看NBA 无人 那我勇士 勇士 和谐 一定和谐 无论是逛故宫 爬景山 还是听相声 打手游 对于这些刚刚步入成年的00后孩子们来说 这个春节因为有了新伙伴的陪伴 而变得新鲜有趣 意义非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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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